這個就是粉皮的成分 我會用蜜蜜、蜂薯粉和水 水方面要用滾水 待會就會煮 餡料簡單一點 用蝦和筍 用蝦 120g 最重要是把水吸乾 我會將蝦一開三 當然大蝦可以多開小一點 筍切粒 先調味蝦 加入1.4茶匙鹽 1.4茶匙白胡椒粉 加少許麻油 捏一下 很香 把筍放進去 半茶匙生粉 準備好餡料 我們就做粉皮了 然後記得拌勻 第一次要拌勻 拌勻後加水 水是150g 但我們要用滾水 不是水煲的 是要直接燒開 滾的 先看到煙 可以看到水 浸泡水 這很重要 不要加98度水 然後問我為什麼不可以 倒入水 倒入水 再拌勻 希望粉團不要太熱 我們就要下手搓了 很軟熟 我摸下去也沒有粉粒 我們就要用濕布蓋住它 就剩下10分鐘 10分鐘之後 我們拿麵團出來 把它分辨 其他還未整形的 仍然用濕布蓋住它 然後這個就搓了 搓完它 搓完它之後 就做個圓形出來 包餡 剛才我們準備的餡料 搓了餡料 把粉皮摺在中間 按一按緊它 然後呢 左手拿著餡料 右手打摺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通常打兩至三個 看看餡料有多大 這個大一點 我打到三個 然後右手拿著那個 那個餡料 然後呢 左手打摺 打三個 兩邊一樣 那麼多 摺十個邊 這樣就是一隻餡料 這個就很簡單 很容易上手 做好 然後呢 就大火 拿去蒸十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蒸好了 十分鐘 你看多漂亮 剛剛拿出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白色 但是它一放涼 就全部透明了 很漂亮的啦 可以點完美容就吃啦